绣球花,什么时间换盆,怎样换盆,盆土怎样配置呢? 欢迎们大家好,我是凤甘花卉 今天咱们就讲一下绣球花花盆的方法 这是一颗无尽蝦,已经开过一茶花了 我们看到的这些嫩的枝条都是在修剪以后重新长出来的 其中有个别的枝条还重新长出了花苞 在修剪以后,它的枝条多了很多 这样就显得花盆太小了,显得比较拥挤 所以就必须要给它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盆 如果刚好有需要换盆的话有,也可以参考一下 想要把我们的花养好,首先使用到盆土 一定要收松,透气,不能积水,也不能缓截 最好是使用青植土壤来栽培 比如说椰糠,泥炭土,或者是营养土 再加一点珍珠盐,或者是河沙 如果有养分的,再加一点养分,就是最好了 650克的叶砖需要加水三升,提前给它煎泡一下 大概需要15分钟就可以洗饱水分 然后用手把它揉碎就可以使用了 盆土的配置比例是两份的叶糠 两份的泥炭土,或者是营养土 再加一份珍珠盐,或者是河沙 再加一份发酵好的羊分作为底肥 最后再加点有机缓施肥 这样盆土里面的养分会更加的全面 肥酵也会持久一点 然后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在准备给它换土以前,两天内不要给它浇水 可以用手拍到一下花盆的边缘 这样可以让盆土和花盆分离开来 然后抓住它的静感,轻轻地用力 这样整个的土球就完整地取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使用好的土壤它的干系特别的发达 这一些白色的毛细根就是吸收水分和养分的主力 先把底部的泥水网格和桃粒清理一下 在花盆以后,为了让新土和老土更好地结合 可以使用一个小牌子,把土球的表面给它爬一下 这样也可以刺激它生长性的干系 尽量地把四周都要给它爬到 让里面一部分的干系裸露出来 然后再准备一个比原来的盆口直径大大到四公分的花盆 花盆的透气性一定要好 因为绣球花浇水比较勤 要是透气性不好,或者是积水的话 它的干系很容易腐辣 花盆的底部垫桃粒和沥水网格 然后加少许的底土,深度为大到四公分 再把绣球花放在花盆的中间 然后四周给它加土 最好是边加土边填充一下 这样花盆的底部就不会有空隙 可以让盆土和根系更好的结合 也可以像这样拍打一下花盆的边缘 栽完了以后,第一次给它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浇透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透水性特别的好 使用这种花盆和土壤就算每天给它浇水 也不注意欧根 然后把它放在通风后,由撒上光的位置 缓描两三天 这样给它换盆,对它的影响是最小的 大概一周以后就可以正常的养护了 好了,今天有关于绣球花画盆的方法就讲解在这里啦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示范感谢你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